同樣要請小孟老師來 塔羅占卜 未來一個月我能得到 財神的眷顧嗎 現在我有五張牌 大家看看 到底哪一個牌最好 我先來解釋一下 第一張牌就是有一個稻菇 它在修佛 它的稻場都是錢 對啊 有那個稻菇 稻場都是錢的 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算命師都 經營珠寶很多 有沒有 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就是有一個男生他在射箭 樹上有錢 第三張牌就是後翼射太陽 第四張牌就是有一個皇帝 上面有龍 第五張牌就是有一個人 被錢套住 現在憑第一個直覺選一章 好 來 一分 我選四號 四 來 我選四 四 來 來 五 我要一號 一 到股東是錢 好 來 一二三 四 對 那我們就先來看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我們冠雲老師選的 然後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 第五個呢 代表的是 錢幣五正位 教育套勞切莫投資的 套勞 不是 因為野籍被套住 就代表是說 比較容易會被套勞 如果最近有朋友告訴你 要投資什麼股票基金 都不要做 要不然你丟了之後 你看漲的跌 看跌的漲 所以老師也建議你 在今年因為是青龍年 就是穿綠衣 穿綠襪 或者是可以穿 戴綠帽 綠帽不行 對 或者是綠色的內褲 也可以幫助你 財運大開 就可以轉敗為勝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就是 三號都沒有人選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三的話 多綠色 這張牌就是你會比較辛苦 就是一個人要一直做一直做 就是如果說你想要讓自己更有錢 你就要加班 一直要去加班 如果說你有副業的人 要趕快的去把你的副業經營好 因為你的副業 有可能會變正業 雖然比較辛苦 但是財神也都會幫你們加持 讓你旺旺旺 那我們再來看 選到一的就是篤林哥 還有就是我們森蘇老師 好 那錢幣七正位 85分 升官加薪 業績攀升 對啊 選到這張牌的人 如果說你從事的工作 有業績的你的業績會 蒸蒸日上 如果說你是領薪水的 你要趕快跟你的主管上司反映 就是他該加薪了 你可以跟電視台 跟老闆講 對 反映 是 那我們一起加 我們兩個都中了 一起加 對 那因為老師的助理 在旁邊也選到這一張牌 老師今年不加 對 因為這個選擇是一個機率 對 如果說 選一張牌的如果說你是創業的人 你創業會成功喔 所以要恭喜你 那我們來看 選到的是二號的 二號都沒有人選 對 錢幣三正位 90分喔 看準同資 右前滾錢 今年想要投資的人 或是未來一個月想投資的人 只要朋友告訴你要投資什麼 都可以去投資 會用錢去滾到錢很好 那選到四號的 好多人喔 對 我們的玉芬 秀慧姐 還有雅蘭姐 如果說觀眾朋友選到四的話呢 恭喜你一百分 翔地牌 落靠中獎 太陽姐 送到這張牌 高號嗎 選到這張牌的人呢 就是如果說 想要去刮刮樂的話 容易刮中大獎 過去有套勞的資金 套勞的類股 都會解套 如果說想要 就是買樂透啦 威力財啦有沒有 往你家的南方走 就是或者是 著遊水的水溝邊 水溝旁的投注站 水溝的旁 就是會讓你發到大財 秀慧姐 你可以去看看 家裡附近有沒有水溝 或者是 你拚水溝了 對 他拚水溝了 就有去五月 對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 要恭喜你 未來一個月發大財 Yeah 謝謝 對 好